中文字幕、小维发 这次我们会说插枝及分株 有部分的农作物 就未必适合可以用种子来做繁殖 例如是番薯叶或者部分香草 那些我们很多时候 会用另一个方法 用同性繁殖的方法 可以把它继续种下去 而插枝和分珠 其實就是同性繁殖裏面 最經常用的兩個方法 我首先講分珠 分珠是比較適合一些 分裂比較茂盛的農作物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香茅 好像香茅一樣 如果做分珠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抽起它 在整棵香茅的時候 我們要連根 連同根酥都起出來 連同根酥都起出來 選擇了適合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細根和分根 營養體比較飽滿 這些枝條就比較適合做分珠 我們選好枝條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枯葉剪掉 把枯葉剪掉 對 把枯葉剪掉 還有其實我們做分珠的時候 就不需要那麼長那麼多葉 因為我們開始的時候 那些枝條還未生 其實是會扯傷它 我們可能只是 直接剪到那麼短已經夠了 我選了之後 就用一個大一點的銀杯 對 好像這個樣子 灑下去 我們進入泥 這個我們可以稍微壓緊它 對 那我們可以放在這裡 好 接著我們做下一個就是做一個插枝 插枝的時候 我們首先就要選一些合適的枝條 合適的枝條 合適的枝條 舉個例子我們用臭草 臭草是經常性會用插枝來做繁殖 對 插枝的時候選枝條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原則可以建議給大家 就是說 太老或者太亂的枝條 都是不適合的 舉個例子 好像這條枝條一樣 它後面那邊全部變成蠍色 對 都已經是木質化下去 咬到硬的了 比較蠍色木質化的 這些就不適合 插枝就不適合用 它活力已經一般 這些可能剪掉它不要 對 對 這個不要 這個也 對 對 最頂的那些 最亂的那些 其實也是不適合插枝 它太亂的話 因為它插了它 它很容易就會膚死 對 這一節 不老不亂的中間位 比較健壯的 就適合做插枝 我們選擇剛好的枝條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後部份那些 就剪了葉去 上部份都剪了大部份的葉 我們只是留很少的葉 如果是這樣 調枝條大枝就可以了 我們插枝的時候 要留意 我們剪了葉出來 我們就會清楚見到 它裡面有很多砸位 我們進入苗杯時 我們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我們折位時 我們最少有一半 一半或者以上的折位是進來的 為何要這樣呢? 一記住一件事就是 進來的折位就會飆更 沒有進來的折位 就可能會飆業 如果我們進入的折位是太少的話 就變成獎業的地方多 獎金的地方少 它扯水時就會不均衡 所以我們會建議最少有一半的折位 是放進去的 這裡的話我們選了一條折條 我們可以再選多一條 這裡的操折位都適合的 最頂最暖的我們不要 記住我們是留一點葉已經夠了 很多人犯錯就是他們不捨得墊的葉 其實這樣就反而有一個問題 就會一開始因為這些筋未生 你留太多葉的話會扯水 那現在這裡有兩條折條 是了 那我們先進一半來 是了 我們可以這樣就斜插 是了 或者打膠叉這樣插 都是斜插 斜插的話可以令到你更加多的折位 是落到它的描盤裡面的 是了 分開一點點 這個就可以了 我們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再選多一個作物來做一個示範 我們這次選這個番薯葉 番薯葉 番薯葉其實雖然樣子跟臭草不相同 這樣就變成了我們都不用留太多葉 這樣已經夠了 我們再墊一條脂條 這條好些 這條好些 是了 是了 我們只要留很少的葉就已經夠了 這條脂條 是了 是了 因為番薯葉就比較大一點 那我們用個大一點的苗盤 是了 再拿多一點點 是 好 可以隔開一點點來插 然後我們再多埋一點 再多埋一點 好 更快埋在這裡 我們處理完之後就可以一次過淋水 記住 我們無論是分枝也好 插枝也好 因為剛剛我們做這個步驟的時候 其實它的筋都未生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不要留太多葉 以及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盡量放在半陰的地方 又不要傳陰 如果太暗的地方 其實就刺激不到它做養份循曼 但是如果太光的地方 就可能會貞藤作用太強的話 它又未生到筋 這可能會死掉 我們最好 寄在一些窗台的位置 半光的地方就是最好的 我們大概維持一個星期左右 如果我们看到分枝或者插枝的枝条 是有些新的叶开始涨出来的 就证明到其实它已经开始成功的标根了 当它再伸大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移植到外面了